五轴百倍式机械手备 教导功能开始 我们使用卡式坐标 让我们的TCP点移动到 就这个位置 我们叫它首点 就产生了K7首点 然后移到这个位置 叫做终点K12 我们就做了一个卡式的直线 它有抬刀10mm 之后我们再做一个圆弧 或者就直接做一个正圆 我们就寻找圆心的位置 我们继续移动我们的刀子 到-169 -177 -186 -195 -204 假设就到这个位置 目前是卡式坐标 那么我们使用正圆 它就会帮我们做一个卡式坐标的圆 正圆半径是100mm OK 就产生了 那你可以run 它在模拟教导 它是跑GM call 那我们现在要用机台来动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用GM的recco来做 那怎么样用GM的recco来做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程式到主画面 那我们就跑GM call 那怎么跑GM call 那怎么跑GM call 那我们就使用我们原来就有了ROBACAN的功能 输出NC资料 使用GM档输出 那存一个档名 叫做test300 然后儲存 那它就产生了test300 这个程式 之后 我们把它漏进来 怎么漏 我们先重新把交导资料栏清空 然后回到主画面 这时候你是卡式或者关节都OK 假如我们就变成关节 那GM call要进来 R6DGM输入 点进去了之后 给档名 test300 然后开启 然后开启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图 进到交导资料栏 你就可以看到K6K8 那么 所有的NC程式 就变成很多指令 因为它会自动的把圆 断成很多小直线 也就是照着这个参数 断线几颗长度 进去